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这一点如果是P点 它距离我们的原点 就是我们的参考点是R 然后我们在这里取一个电荷基数 这个就是DQ 它的位置是R 然后这个位置是R 那么P点的电位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4Pi Epsilon0分之1 R R DT 然后我们把这个展开啊 就是变成有很多项 那每一项代表的就是 就是我们展开这个 就是我们展开这个 以后呢 呃我们就得V P 它可以等于 4Pi Epsilon0分之1 然后R 分之1 然后R DT DT 再加上R分分之1 R分 Cosine Theta rho DT 然后再加上R三次方 R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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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 它可以展开以后啊 可以 就是说我们 这里是用R表示了 事实上我们的原点是在这里了 你要用这个跟这个来表示了 于是就会变成无穷多像 那每一项呢 那每一项呢 这个括弧里头的值 那就是我们的Legenda Polynomium OK 那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了 这个就是它的 这一项 就是它的单极项 单极的 电单极项 那么 那么 这个就是电 偶极项 电偶极项 这个就是 电四极项等等 我们上次也讲过 我们也 也做过几个例题 几个例题 那么我们今天就 来看这个 我们做过单极 偶极 四极项 那么它这个 四极局 二极局 偶极 就是偶极局 单极局 我们发现它这个 这些项啊 它是跟你 原点取在哪里有关 你原点取的不同 你看这R变了 R'也变了 那么这个里头的 东西就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 电多极展开式啊 它是跟这个 你的坐标原点 有关系的 跟坐标原点 我们看看 有的像是有关系 有的像呢 它如果很特别的话 比如说 如果我们真的 有一个电偶极 它是真的一个 负电一个正电 它总电量 就是说这个系统 是两个电荷 总电量是零 那么它的 偶极局啊 跟坐标在哪里呢 没有关系 还有电四极也是一样 电四极呢 它的总电量也是零 所以它的值 也是跟坐标的原点 没有关系 电四极局 跟坐标原点 在哪里 没有关系 但是其他的呢 跟坐标的原点呢 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看 我们从这个电单极开始看好了 我们说点电荷 如果我们有一群这个电荷 如果不是一群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电荷 只有一个电荷在这里 跟只有一个电荷在这里 这个表现出来的值啊 不一样 就是说你取的原点 你取原点取在这里 或者原点取在这里 那么这个电单极呢 它的值不一样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 YZ 好 如果 我们现在有一个 现在这一群电荷 只有一个电荷 只有一个 它是在这里 我们的原点取在这里 我们要求电荷 电荷跟电厂的这一点 是在P点 在P点 那么我们这个坐标是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坐标是 原点到这里就是R 然后从这里到这里呢 是R' 那这个 就是R 就是R 好 我们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它的电单极啊 电单极举 电单极举我们 把它用这个 我们把它写出来 我们把它的表示法呢 写出来 它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这个 就是说我们把所有所有的 如果是这个的话 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点电荷 都当作它集中在哪里呢 集中在原点 Q都在这里 就是说 当作一个single point charge 那么它的电位就是 就是这个值 是 当作是集中在原点 好 那么 如果我们 现在只有一个 我们只有一个point charge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point charge 是在 是在距离这里啊 是R' R' 好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 结果呢 它就应该是等于 这个就是一个single point single charge single point charge 就是一个single point charge 那么它的 VP啊 VP是这个 不过要注意哦 这个只是众多项里头的一项哦 就是一个 因为这里是有这么多项耶 这么多项耶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耶 啊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耶 啊 这个 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你把它展开啊 它 后面的项都还有 都还有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真正的 电单级 真正的电单级 真正电单级 如果它是在 这个地方的话 微软点 如果在这里的话 那么它的V呢 P呢 就等于 是 4 P Y 0 R 分之 Q 以后没有了 以后这些项都没有了 就真的只有这一个 真的只有这个 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电单级 哈 不是 如果电单级是在这里 如果电单级是在这里 如果电单级在这里的话 那么这个 呃 我们就写点电和在这个 呃 位置 位置 R P 它是这个 哈 如果在位置R Prime的话呢 在R Prime的话 哈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啊 啊 把它放到这里来 它在这个地方产生的这个 呃 电位 它不止一项啊 它除了有这一项 还有很多别的项 很多别的项 好 如果它 真正在这里 那么我们如果把原点哈 我们将原点 移到 这个 我们写 写到这个O Prime O Prime 好 那么 我们知道按照这个 我们 按照这个 我们 现在的电单极项 应该是这么写 对不对 要这么 是这么写 你把它写到这里 那么这个R Prime 好 写到你原点 设到这里来 那么这个R 就是等于 就是R Prime 就是R R Prime 就是零了 就剩下R了哈 它就变成这个 好 那么如果 我们原点 我们原点 设在那里的话呢 它现在就变成 4Pi Epsilon Zero Q R 4P Zero Q 那这个 就是说你真正的 只有一个电单极 真正只有一个电单极 你如果是 它在这个地方 你原点设在这里的话呢 原点 你原点设在这里 就跟我们刚刚说 你原点设在这里 Q在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说我Q在这里 我把原点移到这里来 是一个样子的 一个样子 OK 你原点移到这里来 就是说我把Q移到这里来 那么它真正的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 如果你没有把它移过来呢 它是在这里 这里一个R Prime 对它来讲 它展开的 展开的值 是 如果是这个样子 其实它不是一项 它展开以后 它有 好多好多项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你要真正的在这个地方的话 在这里的话 它的P是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你把它展开 R 把它看成是R 跟R Prime 有关系的话 你把它展开 你把它展开 除了这一项之外 后面这一项 还通通都有 因此我们说 你这个 各种 单极矩 偶极矩 或者是多少极矩 它是跟原点有关 看你原点设在哪里了 但是有一个东西 它跟原点 有一个 状况 跟原点无关 那就是说 如果总电量 等于0 等于0的话 如果总电量等于0 系统的总电量等于0 就是这个Row 低套积分等于0 那么它这个值 不管你是偶极矩 还是四极矩 偶极矩或者四极矩 它跟你的原点设在哪里 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来 来看一下 我们上次已经导出了 我们现在就看这件事 我们就看这个 Y就是X 好 再来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套在这个地方 低套在这里 低套prime 这个是某一个原点 这个是另外一个原点 Oprime 另外一个原点 那么我们Row成低套 如果在这里 这个是Xprime 这个是Yprime 它到这里的距离 我们假设是 我们先拿这个来看 先拿 等等又重叠了 我把它画下面来 我先画这个 这个当然是Rprime Rprime 那么它到这个地方的距离 我们就设它是Rprime 好 塑造用另外一个 用这个符号 就是说这两个 不一样 那么从这里 这个坐标 移到Oprime来 这个我们用D来表示 D来表示 OK 这个是Row乘上D套 好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看O极举 DL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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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P 我们看这个 对这个坐标 好 我们将这个 对Oprime 它是等于 我刚刚插掉了 它是等于R D套 好 那么这个Rprime 这个新的Rprime呢 它跟其他的R 跟这个R 有这个关系 就是 对它来讲是这个 那Rprime跟这个 跟这个 有这样的关系 好 于是我们就把这一项 把它展开 变成两项 R Row D套 减掉 D 称上Row D套 D是一个定值 就是说你这两个参考坐标之间的 这位移是一个定值 所以它可以提到基本号的外面来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就是对O典产生的这个O极菊啊 对O典产生的O极菊啊 那它就是等于P 它就是等于P 好 减掉什么 减掉D D 乘上Q D乘Q D乘Q 我们就是写 写这个 好 于是这个就可以写成P D 减掉D 减掉D 这个就是它的Total charge Total charge 这一项就是Total charge 好 总电量 好 Q 等于 Row D Total 为 系统之 总电量 系统的总电量 当Q等于0的时候 如果总电量等于0呢 那么Q一定等于什么 不是Q 总电量等于0 那么P就等于P 就是P 就是P 就是说你现在的 拿 原点 设 就是说你原点设在这里 跟原点设在这里 那么O极菊完全一样 跟这个 你的 原点设在哪里啊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写错了 这个R pram 这是R p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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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所以我们说这个O极菊 上一次 上一次 就上一堂课 R pram 我们不是导出 这个东西来吗 Y Z 一个Q在这里 -Q 一个正Q 在这里 那么根据这个座标来说呢 这个就是R minus pram 这个是R R pram R pram 我们上一次 讲过 这个P 它是等于 Q R plus 再 减掉一个 或者加上一个-Q 我们就直接写这个好了 那么它是等于Q 可以拿出来 R pram 减掉R minus pram 那这个就等于 Q 乘上S 这个是S 最后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这个有关 跟你这个原点在哪里呀 没有关系 你就是把这个原点 把O pram 收到这里来 O pram收到这里来 那么它就有R minus pram R plus pram 按照这个 这改一改 最后还是这个 所以它的值不是0 它的O极局就是这个 它跟这个 它总值就是这个东西 跟座标没关系 那么如果是电四极的话 如果电四极它总电量也是0 电四极的话 总电量也是0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 四极去展开的话 我们发现呢 它的这个电四极啊 电四极也是跟座标无关 它其他的就是跟座标有关了 我们说这个电单极 电单极 如果我们现在看 如果只有三个电荷的话 如果只有三个电荷 Fu Q Q Q S 随便 我们有三个电荷在这里 我们对 这个O极是这个东西了 O极是这个了 如果有三个电荷 我们现在问它的O极是多少 这四个电荷在一起 我们也有它的O极啊 四个电荷在一起 它的Q加起来也是0 对不对 我们说它的电O极啊 O极像 跟这个座标无关 如果你这个三个电荷呢 它就跟座标有关了 我们要问 如果只有三个电荷 对这一点展开 它不是有电单极 电O极 电四极 这么多项吗 对不对 那现在要问 它的O极 电O极举是多少 电O极举这一项是多大 那你不能像这个东西啊 它就是这个 不管你这个 原点设在哪里 它都是这个值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你要 你要问 它到底是 原点是对哪一个 你对这个原点 跟对这个原点 它的O极举不一样大 所以说 同样是O极举 同样是O极举 那么它对这个 看你这个电荷 系统的电荷 总电荷是0 还不是0 如果是0的话 那么它就跟 原点无关 它的值就是 你随便去拿个原点 它得出来的值 都一样 如果它的总电量不是0 那么你原点 稍微移开 在不同的位置 它的这个 偶极举就不一样 好 这个是跟这个 原点的关系 原点的关系 偶极举与原点的关系 好